为了强化防疫的接驳服务 华联县政府日前招募了防疫继承车 提供每一台车一天薪资3500元 吸引了将近有50位继承车实际来报名 最后是以抽签方式 证取8位完成签约 在7号将参加防疫教育训练 检查防疫设备 就会由华联县卫生局 启动专车专人防疫专车的载送服务 日前华联县府招募华联防疫继承车 消息一出获得回响 幸近50人报名 最终从38位符合资格报名者 3日公开抽签选出8人 4日完成签订合约及协助办理保险 7日将办理专业防疫教育训练 再由卫生局调派投入全线防疫专车载送任务 我如果参加这个防疫设训练车的话 变成说我是就是没打算这半年要回家了 就是自己去外面可能出房子 还是找个地方住这样 像之前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一天扣掉油钱大概还有两千多的鱼额 可是现在像疫情这样子 每天扣完油钱就大概剩两三百块 因为紧急不紧急啊 现在是那个疫情的关系很严重啊 整个都都没有快没有收入了 所以来参加这个增加收入啊 让收支能平稳啊 而且何况我有车带 还要那个一般人都要支出啊 所以这个有一天三千五 所以对话是很有帮助的啊 亲男一女的暖心驾驶都表示 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以前一天可能可以接到至少十个乘客 现在一天可能都载不到人 民众对于这个交通工具来说 现在各县市都透过这样的一个防疫巴士 或防疫计程车来协助载运这个 可能有染疫或者是有疑虑的这样的一个民众 那在我们这个招募公告之后呢 有38位的这个符合资格的计程车司机 那在经过我们6月3号 那公开办理抽签 那因为我们在这一次呢 预计先采取这个8位的防疫计程车司机 来提供这个载运的服务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防疫计程车的这个工作上面 目前大概是采用轮班的方式 一个月每个月我们至少会 每一个司机呢都会工作大概26天 那在符合劳机法的规定下呢 我们采用轮班替换的方式 那我们服务不中断 那县府也会动用相关的这个准备金 或者是向中央申请补助的方式 来支应这个防疫计程车的费用 那另外呢我们也抽取了这个12位的备取 希望说如果在疫情有更严峻的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增加防疫计程车的数量跟能量的时候呢 我们由这个优先备取的按照顺位呢 来地步增加我们防疫计程车的数量 那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呢 原则上应该会在这个定点去做standby 那由这个卫生局统一这个公布 向民众公布这个联络的方式 那如果有需求者 那就由这个卫生局统一来调度这个防疫计程车 来载运这些相关的人员 防疫计程车执行任务约为期六个月 是疫情状况增减 司机薪资每天约3500元 车资令计 才使用者付费 合约期满后 司机需进行14天居家隔离 县府也将补偿隔离期间的营业损失每天2100元 并提醒民众 防疫计程车需洽询华联卫生局指派 不接受一般民众预约 谢谢长邦夜 华联士报导